這次美軍實際的援助當中和以前的援助相比 這次他在護兵的進攻火力上給的相當於一個package 就是一套系統 他這套系統當中包括除了我剛才講的漢馬車和火箭彈以外 他還包括了美洲式無人機 美洲式無人機是屬於偵察用的 它是美軍現役當中最大的小型無人機 它是重量7公斤左右 它可以用一個人鋪置起飛 然後它的巡航速度大概45公里每小時 可以在巡航大概兩個半小時或者是更長 它就可以在步兵前進到達想要去某一個地方之前 它可以把這個無人機放出去 然後它就會在你的前進的路途當中 它要進行偵查 看看有沒有敵人的伏兵 有沒有一些炮火 隱藏的炮火 包括有沒有地雷和爆炸物 它都能夠發現得了 這個東西放出去以後 它在這個前面轉一轉 然後它如果發現有埋伏的那個敵軍的話 它就會把他們的定位位置 然後信號就傳出回來 然後這邊是假如像我說的 就是用這個火箭彈也好 或者是用榴彈發射器也好 就可以去進攻那個復兵 這樣的話它就清除埋伏 避免你的那個地面的這個部隊前進的時候 受到伏擊 然後就是損失殘重 所以它這個是一個就是有序的一個系統 就包括你無人機放出去 然後同時用這個汗馬車能夠快速的突進 然後因為它的速度是比較快的 遠遠超過坦克的那個行進速度 所以說同時它又有那個伴隨的火力 這樣的話它就能夠給這個整個這個步兵 它能夠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防禦和進攻的這個就是力量 這樣的話對於烏軍的那個 即使它沒有坦克和這種重裝甲 它也靠這個靠這套系統的話 它也能夠形成一個既安全的一個行進方式 同時又是一個比較有攻擊力的一個步兵部隊